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膨胀到啥程度 就我走路上来车我都不躲 那司机看见我嘎就自动停车 因为我红 有一天我妈着急忙慌给我打电话 说姑娘我听说你进娱乐圈了 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妈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进入娱乐圈的原因 你们发现脱口秀演员红了之后 怎能接广告 我就感觉啊 今年大环境就是促进消费嘛 我们脱口秀演员特别适合干这个 别的不会就擅长消费自己 就为什么那几位今天坐在那里不上台 你们知道吧 因为他们的段子已经在双十一中用完了 我有一个客户也是 我现在广告老费劲了 有一位我拍了广告是一个酒的客户 他说没有要求 唯一的要求是你这条视频必须得上热搜 我说那我想了好几天我也没想要来 我老板说我给你想一个 你这么拍指定能上热搜 我说啥 他说 李雪芹酒后顺长江漂流三十公里 我说老板这个视频得咋拍呢 我老板说这个视频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客户同意了 但是客户说了 我是东北的 希望可以从黑龙江开始漂 我极力反抗 我说老板你不能这么霍霍我 我老板说我看过数据分析 像你这种突然红起来的 生命周期普遍都很短 得抓紧变线 我说老板人家说的是职业生命短 不是我这个人生命短 我老板说你职业都没了 你胡嫩肠有啥用啊 最后他实在是整不过我了 他说行你要有需求的话 我可以给你整一个救生圈 黄色的便于救援 我说那救不上来呢 他说那便于打捞 我说不行啊 冬天水太冷了 我没有那个勇气 我老板说我教育一下子你吧 他为了鼓励我给我看了他的手机 那个手机上面有一段视频 视频中忽兰和周启默在那里唱rap 一会儿给你看 一会儿给你唱 那个词 嘿嘿 又又 All Stars Hero On the Super Show 我那一瞬间 我发然醒悟了 我说客户 这么得吧 我给你推荐两个人 他俩不怕冷 但其实我红起来也挺意外的 你想今年这脱口秀啊 王勉脱口秀冠军 王建国脱口秀亚军 李雪芹脱口秀亚军的CP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人喜欢客这个CP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连王建国都有违粉 哎呀 就在我那微博下评论哪 建国是我的 抱走建国 我天哪 我就想 你说王建国的粉丝都啥体格啊 完了上完节目就天天有人问我 你跟建国咋样了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做个梦 我有一回梦见 我跟王建国结婚生子 我生孩子的时候 医生问 宝大还是宝小 王建国说 我保密 哎呀 我除了王建国就剩一个宇宙的尽头了 哎呀 我现在天天都能看见这几个字 说啥都有 宇宙的尽头是铁岭 宇宙的尽头是霸鱼圈 宇宙的尽头是周家伯儿 我就感觉那宇宙水性洋花的 你说老是可一个句子用有什么意义呢 真是人间不值得呀 哎呀 其实2020本来就是充满了意外的一年 如果说我从这一年学到什么 那就是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你说今天来的这些啊 他们要是不干现在的了 也有自己的天赋 你看有会唱歌的 有会讲课的 有会表演的 有会艺术的 还有手表特别贵的 但其实手表特别贵 也不算天赋 就是富嘛 你说我有啥 我有我妈 当然了 我知道不管在哪个行业里 你就得做好 浮浮沉沉的准备 但是尤其是娱乐圈 有一些人沉下去 可能就再也扶不上来了 但是我不怕 因为我老板给我准备了一个救生圈 你们先不用欢呼 按理说表演到这儿 我应该咔把这绳一拽 它就变成一个救生圈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今天拿来发现 我老板给我的救生圈是坏的 所以说2020就是这样的出满意外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琴 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知道你们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脱口秀 就想听点别的 那我先讲讲我老板吧 脱口秀大会完了之后 我当时不是讲 我说我感觉他暗恋我嘛 节目播出之后 我感觉他就多多少少 就有点那个意思 我每天我就等着跟我表白 终于有一次 我拍了一个那个时尚杂志的大片 他就看着那些照片 他说略琴 你这照片可真好看 我都心动 你要是真长这样就好了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我说我减肥我就这样 那我就感觉他在暗示我 你知道吧 我说你这么吧 你就告我 我减肥完了我就长这样 你想咋的 他说你减下来之后 我就能挣更多的钱 前两天我手机屏幕碎了 都花了 我就举着我的那个手机 跟我老板说 你看我的手机屏幕 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 他说没问题 然后过了两天 给我换了一个手机壁纸 上面写着两个字 坚持 我说我给你挣这么多钱 你连个手机都不给我买 你那心咋那么黑呢 他沉思了一下 把我领到了他的奔驰面前 说你看 是我的心黑 还是你烧的这个窟窿黑 我看了看他 我又看了看那个窟窿 我说老板 我好像不行了 我现在两眼一黑 其实有一个场子里 总要有一个人讲这种课格 不只是我老板啊 我身边的人花钱都很有想法 我就有一个朋友叫樊姐 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一百米麻绳 老大一坨了就给他放着 我说你买的干啥呀 他说我也不知道能干啥 但是打折 后来我们对着这一百米麻绳啊 开了三天会 做了八个PPT 最后樊姐决定 用它做一个土电话 你们知道啥土电话 两个人一人拿破纸杯 完了连起来 他说你看啊 略形 咱俩呢住对面楼 你住十一楼 我住十八楼 有了土电话 我们俩沟通就方便多了 我说这个主意好是好 但这个绳怎么从十一楼 甩到十八楼呢 他说你没想到吧 我还买了个无人机 我说 我说太好了 凡姐 整了这个土电话 咱俩的手机是没有用了吧 他说不行 还得用 因为没有手机 没法遥控无人机 现在这个快递员啊 总是把这个快递 放在我家楼下那超事 我懒得下去拿 我就问凡姐 你说怎么才能寄不下楼 又把快递拿上来呢 凡姐说你可问着了 咱有麻绳 我说 哎呀 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 你的快递就是调上来的吗 他说那不是 我的快递是京东快递小哥 给送上来的 太早了 前两天 我正好到了一个快递 凡姐抱着麻绳就出去了 回味回来了 我说咋的 他说你买的是个衣柜 好在我买的这个衣柜啊 包送包装 然后等这个 他给我送过来了 我说你装吧 他说安装费一百 我说不是包装吗 他说对啊 包装 但不是免费包装 我说那你要这么做买卖 就不对了吧 你咋不说衣柜不要钱 那木板五百呢 他说没毛病 木板五百 你想不想把它变成一个衣柜 我说不用你装了 我自己装吧 装的过程中 我就体会到了那个 玩乐高的乐趣 装完之后 我都看不出来我买的是啥 凡姐回来一看 呀 你买这猫八架的这么大呢 中秋节吧 我还买了点吃的油给我妈 就是过了好几天 我看她一直还放在那个快递点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你是不是把家搬到快递点了 你刚回身啊 我妈说没有 然后我就给那个快递员打电话 她说你要送到哪儿 我说送到铁岭 那那那 她说宇宙的镜头超出我配送范围了 我说大哥你是不是感觉你自己挺幽默 她说不是你家的地方太远太折腾了 你得加钱 我说那拉倒吧 我让我妈自己拿吧 我折腾不动你 我还折腾不动我妈嘛 然后我妈确实去了 过程呢也很顺利 唯一的问题就是她回来之后 决定这辈子再也不过中秋节了 补淘了这么多 我想说的是啥呢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我人生最热爱的事情呢 就是在床上躺着 你们京东啊是热爱行动 我是热爱补动 当然就是因为有了热爱行动的你们 我的热爱才能被满足 谢谢大家 我是热习 刚刚呢 老老是说 这个节目以后 这个地方会弄一个台子掉下去 可能是没有看到我 如果你看到我这样子的 一旦倒下 一个带助商都不够赔的 罗老是说的节目呢 是星期五晚上八点 星期五晚上八点 你能不能再早一点 八点我就睡觉了 我们有录像回放 但是你们看到我这样子 你们可能想不到 我也有媳妇了 因为我会做祝国联徒 我可能是唯一一个 颤唯唯地从那边走过来的一个学生 对我最近也在问我最近 我是不是很老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老人也是有好处的 刚刚那个胖胖介绍一个节目 叫乘风破浪 可以有头发 我不怕 但是那些朋友们都不说我老 都说我很慈祥 所以大家看得出来 我和其他的人确实是不太一样 那些演员们 他们讲头口秀 讲头口秀那是发挥热情 我讲头口秀 那是发挥雨热 如果他们一旦有一场讲报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实力担当啊 我有一场讲报了之后 大家都说 哇 灰光返照啊 我的普通话不好 我不说 你们可能没听出来 那头口秀演员呢 一定要把这个内容 非常清楚地 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对吧 我也这样啊 我把我的内容 清楚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面 又推出来了 观众不现实物啊 那所以 你卖五拍 你现在是不是突然想起来 戴龙刚刚讲这段子挺好笑 是吗 那我呢 是一个汽车工作师 卡 engineer 为什么来啊 卡 engineer 什么什么 他说卡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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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一个疫情原因嘛 那工资打折非常严重 孩子呢 也不去学校 去上课了 然后也不去上课了 出去在家里上课 那上课之后呢 因为我的 我老婆呢 看到的孩子的同学 他们发的好多照片啊 在家里的活动 是丰富多彩 哇 就特别的高兴啊 就是跟我去上历 哎 老田 我也想做全职 老婆想做全职教育 还在那儿好事啊 我跟你说 我非常支持 前段时间发工资了 老婆一看 老田 你这边的工资 是分期付款吗 现在发的是不是首付啊 所以呢 就再也不提 这个全职这件事情了 然后呢 因为 这么快时间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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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Engineer 哈哈哈哈 好 然后前段时间看到 看到我工作之后 她再也不去全职了 后来我也跟我老婆说 我是想全职的话 是教育一些孩子 因为毕竟是孩子 还是比较重要的嘛 然后后来 我老婆呢 就跟我说 她说要不 老田 你全职吧 哈哈哈哈 毕竟我是 Car Engineer 哈哈哈哈 好 谢谢到了 谢谢大家 我是老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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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我是老田 谢谢 哈哈哈哈 对 大家刚刚听完 黄胜仪老师的 那个脱口笑 对大家的感受 我对大家的感受 就是 黄胜仪老师很漂亮 哈哈哈哈 对 没有想到 黄胜仪老师 刚刚表演 结束之后 然后马上就上来了一个 铁憨憨 当然了 我这个铁憨憨 不是黄胜仪老师 那个铁憨憨 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 我呢 八道钟才的把子 我知道怎么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各位啊 现在呢 还是脱口秀 不要看到我 以为是养生堂 还以为专方频道呢 对不对 那我呢 是跟其他那些演员 确实不太一样的 真是不一样 因为其他那些演员 都是后浪 当然了 也不少钱了 一转眼 一看到我 一块礁石 老田 今天有点难啊 没有 没把观众带进去 好像 真的 听不见笑声 真的很慌 那我呢 已经结婚了 我不说 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 我们现在的夫妻关系呢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就是 动静结合 动静的时候呢 就是我跟我 我跟我老婆 争吵 争吵到底泡沟旗 是用温水 还是热水 我老婆就认为呢 温水泡沟旗 更健康 我就认为 热水泡沟旗 更健康 最后呢 我们争执了很久 最后我们一直决定 蓝河绵羊羊奶 更健康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富含 富含 小分子 A2 同类蛋白 亦消化吸收 这么安静啊 你们没听懂 你们没听懂是吗 我再读一遍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富含 中短炼脂肪酸 天然小分子 A2 同类蛋白 亦消化吸收 我对的是太拼了 老天 我怎么办呢 我们父亲去经常吵架 吵架特别的多 然后同时迫于生活的压力 我就怀揣着梦想 从杭州 来到了上海 那个时候 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和对富启 分居的渴望 终于到了周五之后 我就买了张票 回到杭州 然后星期五回到杭州 星期六早上起来 我们又开始吵架了 到了星期天 到了星期天的时候 我就 带着一个失败者的遗憾 怀揣着梦想 回到上海 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差不多就是 相当于星期五 我回去去参加一场辩论赛 辩论赛 没听懂啊 debate contest 老天的技巧 老天的技巧非常的明显 靠上一个 讲英文 考音 考音 在前段时间 我和我老婆 在去等地铁的时候 等地铁的时候 我们有点争执 有点争执呢 变成一个大哥 看着我们 想看来看我老婆 然后又看来看我 就对我老婆说 你怎么用这个口气 给你爸说话呢 我老婆倒是也懵了 因为我们吵架多年 从来没有外援 今天遇到外援了 然后我老婆就嘟闹着说 我们同龄人 然后我也附和说 我说是的 对的 同龄人 同龄人 那个大哥说 你看 你都把你爸气糊涂了 不行 比上一期 他状态差很远 其实我觉得 这么多年来 我跟我老婆 吵吵吵吵的 也过了好多年了 其实我觉得 夫妻之间的吵架呀 就像生活中的感冒 很难避免 但是你偶尔感冒一次呢 还能产生抗体 还有利于身体健康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 结婚半年 吵完 仍是少年 最后呢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枸杞 用热水泡更健康 好 谢谢大家 我老天